他什么人啊 他不是怀孕了吗 还有精力 打我们桃子的主意 口口声声说为了桃子好 我能信吗 他是那么好心的人吗 盯着我干吗呀 阿杰 你可 看一个杯子有多少个角度啊 一个角度 我就能把它看穿了 可不止一个角度 你看 你可以上上下下看 前后里外看 春夏秋冬看 白天黑夜看 老人看 孩子看 男人看 女人看 阿猫看 阿狗看 高兴了看 悲伤了看 说不尽的角度 你有那么多角度看待生活 怎么你在生活中 还是个弱智呢 你说的这些跟我说的有关系吗 我也是刚参悟到的 阿倩 我跟你离婚以后 我什么都没想 我把自己的全身心 都投入到了试验当中去 因为我相信 我十分的决心 试验一旦成功 我们俩还能重新走在一起 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生活里突然出现了果果 我的道路完全改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 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 方向盘的事你还记得吗 这就是不同的角度 当我挣扎过了 死了心了 知道咱们俩复婚没有希望 没有可能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你 你也根本不了解我 你看你现在坐在 坐在这儿的样子 完全不是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样子 我相信我在你的眼里 也跟以前完全的不同嘛 这就是角度 就是因为我们 站在了跟以前不同的角度上 去看对方 对方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你想说什么呀 你看果果的角度 跟我不一样 果果是什么人 我一定比你更了解 他爱桃子可能不是真心 但他利用桃子 讨我的欢心却是真的 他怎么讨你的欢心就去讨吧 你怎么讨他的欢心 你也去讨吧 少拿我的女儿讨你们俩的欢心 你们俩欢心了我能欢心吗 我告诉你一样说 从今往后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 井水不犯河水 咱们没关系了 而且你这些掩耳道铃 你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没关系了 打从有了桃子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你改变得了吗 老贵我 等等 让我先走 让我先走 怎么了 怎么了 看 你毛毛干的好事 什么呀 粘在我这衣服上全是毛 几根毛毛有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您大呼小喝的吗 摘下去不就完了吗 我摘了 摘了有什么用啊 摘下去还还会摘 我送给你个滚子 粘毛毛粘灰尘特别管用 另外 你洗衣服的时候在洗衣机里 多放点柔胜剂 特别管用 这方法是我在网上搜的 你少来这套 我这一天到晚够挽的了 我哪有时间滚啊 那您说 怎么办呢 要不你就别养猫 要不你就别让我掉毛毛 您这不是不讲理呢 掉不掉毛它能控制得了吗 平时您 不掉皮啊 您身上没皮屑啊 你才掉皮呢 你才不讲理呢 我这明白人 不跟你这糊涂人说话 反正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你就等着吧你 我等着 我最近做实验突然发现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毫无关系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承认这点吧 就像你非常讨厌果果 但你们俩却有着很近的关系 少拿你那个破身眼给我洗脑了 我告诉你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不你们当然有关系 他将是你前夫的妻子 他生出的孩子 和我们的女儿将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 你逃避得了吗 你无耻你混蛋 你就是个王八蛋 不是我王八蛋 是生活王八蛋 是缘分王八蛋阿秦 从我们俩结婚那天起 这一切都注定了 当初我 当初 当初我不应该 是我不应该 答应跟你离婚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岳父就是你的父亲 曾经跟我说过 他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离婚再婚 逃避了缘分 同时也受到了逃避的惩罚 他告诉我让我一定坚持 一定要把婚姻坚持到底 一定不能逃避缘分 我也在试着这么做 我可能做得不好 等啥情我在试着这么做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王八蛋 王八蛋 我索性我这全部都告诉你 我跟果果之所以走到今天 不是我所期望的 是我被关罪了 让他怀了孕了 是他算计了我 对 我不是被果果算计的 我是自己被自己算计了 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七秒之后他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 一切又都变成新的了 我真希望自己是条鱼 七秒一过就什么都忘记 曾经遇到的人 曾经做过的事 都可以烟消云散 可我不是鱼人 我妈来接我 妈来接我 来 出门给妈 打 她没来完吗 李小的你长得一张眼睛 你等等 你今天干嘛突然来接我呀 今天妈休假 妈妈 你要是天天休假就好了 陶子 今天妈想请你吃个饭 还要谁呀 还有吴伯伯 她也想见见你 可以吗 好吧 我乐意 吃什么呀 我可要吃大餐啊 打了什么 就叫你尝词 我一定会有什么 你也想知道 第一件事 他们就想要 你找什么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 有的人喜欢收藏什么邮票 粮票 纪念章 纪念币 你也应该有一些喜欢的东西吧 比方说明星的照片 你头上的发卡什么的 我觉得那很幼稚啊 怎么会呢 收藏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啊 好多人还自己花钱买收藏品 然后呢就怕被人偷了 丢了 抢了的 我爸就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它不是发生了物理变化呢 就是发生了化学变化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你去年买的东西啊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伯伯 咱别谈这个了 谈点动漫网游什么的吧 网游 不好意思 我对这个东西啊 真的一窍不通 带钩啊 你故意的吧 我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我都是实话实说 原来是桃子坚决反对啊 可惜了 吴东方这么个优秀的人 错过了就不再容易找了 妈 你说桃子为什么对 吴东方这么大意见呀 真的 你真这么说的 那吴东方不生气吗 他当然生气了 头发都立起来了 而且他脸是假笑着的 桃子不简单啊 那后来呢 他严重受挫 一劫不振了 这是他送我的学习机 名牌啊 便宜不了 我才不行呢 最近我们班长过生日 我还正愁没礼物呢 天然啊 就掉下礼物来了 桃子 你都不接受人家 怎么能接受人家的礼物呢 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个的 你忘了 当时果果送我礼物 我不想要 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啊 这是糖衣炮弹 咱把糖衣吃了呀 炮弹还可以送出去 这是我说的吗 老怪我 老怪我 你给我出来 你出来 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一大早的鬼嚎神培呀 你看看 你那破猫 在我这小米上拉屎了 还跑到我那沙发上去 你管不管哪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天哪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阿芹 你回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我现在宣布啊 就今天 就现在 要猫走 要我走 天哪 在楼道就听到你的声音 怎么了到底 我在网上定了猫杀了 这不是还没送来吗 小猫就在小米上 拉臭了 我昨天 我晾了点小米 那这 怕日生虫子 那 结果你看看 那往日上没拉屎了 还不如让它生虫子呢 屎 不就是点破小米吗 我陪您就是了 那你那破猫呢 那你又不说了 你也不管管它 这是什么人养什么猫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随地大小便了吗 消消消气 消消气 别吵了 别吵了 都别吵了 好不好 你 你别祸稀泥了 这什么大事啊 我跟你说啊 要猫走 要我走 您往哪儿走啊 您往哪儿走啊 要年我您明说呀 那么虚伪干什么 你走啊 你走啊 没人来呢 你赶紧走吧 要不是阿芹拦着我 我早走了 我跟你说 你就走吧你啊 没人来呢 妈 妈 你急死我了 你也不就一只猫吗 至于吗 是我不让我姐走的 怎么了 老公 未尝 来 你看我的假饭好看吗 坐 累不累啊 开心点吗 今天有一件事情 特别开心 跟你分享一下 真是 我找了一家特别好 信誉特别高的婚庆公司 这婚庆公司干吗 筹备咱们婚礼啊 我想过了 老公 咱们的婚礼一定要在 马尔大夫举行 好不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要是要不喜欢的话 那你喜欢哪儿 你说 我听你的 好不好 霍霍 你听我说啊 我其实早想跟你说 我一直在想 我压根儿就不想要这个婚礼 为什么呀 我怕猫 你也不是不知道 为了你 为了桃子 我什么都忍了 可是它 不能往我这小米里拉屎吧 那不就等于 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吗 那猫懂什么呀 没有猫杀 它肯定得找块地儿拉呀 它也不能憋着呀 它怎么知道 这就是你的小米呢 那我姐还能叫送那猫 专往你的小米里拉屎 它有那本事吗 那猫要是那么听话 它还是只猫吗 不就是点小米吗 我现在马上出去给你买 这不是陕北小米是不是 我现在就出去买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 过得不痛快 不自在 行 那我走 别闹了 妈 就喂一只猫 你让人家听见都笑话 邻居听见不笑话吗 你怎么总说我呀 那错不在我这儿 你别吵了 我走 回来 我没走呢 阿琴 我就想告诉你 我现在要出去租房子 租好了房子 回来搬东西 回来 回来 你别冲动 你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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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我这么大岁数 我冲什么动 动不动就说走 算不算冲动 你不想让我走 想让我看别人眼色 我干嘛要非得看别人脸色 我是吃不起饭 还是住不起房 我不就想养 这只可怜的猫吗 怎么了 你还有理了你 咱们家救我爸不是大嗓门 这样吧 姐 你先带着你的猫 到我们家住几天 妈 你先在家消消去 你能够我为什么吗 婚礼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你我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我们不需要这种形式 你不需要我需要 你结过婚 我没结过婚 你经历过那是你的事情 我一直憧憬着 有我自己的一个婚礼 这跟经历没经历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结婚 一定是有媒体来蜂拥而至 我不想搞得满事也都知道 我们结婚这有什么好 那怎么了 那又怎么样呢 全世界有几个人 都能够有这样的殊荣啊 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 又不是做秀 我可以告诉你 婚姻跟婚礼是两个概念 你不要混淆了 婚姻是过日子 可是婚礼的话一定要 一定要特别 特别张扬 特别辉煌 因为那是我想要的 那才能成为永恒 你懂吗 做一场秀就成为永恒了 永恒是什么你告诉我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恒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在诅咒咱婚姻不长久吗 我没这个意思 我干吗要诅咒我们的婚姻 我希望我们长久 我希望我们能白投偕老 希望跟现实是两回事 你看我跟阿勤当中结婚的时候 谁想过我们今天会离婚啊 这不到现在还也这样了吗 婚礼 婚礼就作为一个纪念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不懂 对你没意义 对我来说 很有意义 你知道一场婚礼 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每一个女人都会在心里 想往着自己最美丽的那场婚礼 最完美的那种婚礼 你懂吗 你就要这个是吗 我懂了 果果 你嫁的是一个名人 是一个科学家 不是 那绝对不是我杨淑 没关系 你嫁我的动机和目的我不介意 我给你你要的 但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娶你的原因 如果不是我做错了 如果不是你坏了我的孩子 我必须承担这一切责任的话 这都不会有 这场婚礼也不会有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 我搁不上戴着姑 我就是军委会的马主任 你自找的 我自找的 我说我一个人住挺好的 非逼着我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 我是真难受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桃子 我干吗受这份委屈 我为了谁啊 你自己说 你多大岁数了 笨武章了吧 也不结婚 也不谈恋爱 不会淘米 不会做饭 一个人过的时候 整年整月的瞎护摩 腰椎病 颈椎病 头疼失眠 复科病 以前我不想管你 第一 你还年轻 第二 我也有老公 我也有孩子 我也没时间 自从你天然气中毒 我必须要管你 你现在岁数大了 不管你就要出事 你想管我 那你跟我一起住啊 我就到你们家去 我 你和桃子 咱们俩一块儿过 我妈呢 你让我妈一个人过 我妈岁数比你还大呢 心脏病 高血压 我能放心吗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杨淑离婚以后 本来打算带着桃子 跟我妈一起过的 就是舍不得你 才让你跟我妈一起过 你知道我做这个决定 我得下多大的决心 因为我知道 你们俩在一起过 我就没有好日子过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 除非你嫁人 那你选吧 要么你嫁人 要么你跟我妈一起过 两样都要命 我有个建议 我跟你跟桃子一起过 你不放心你妈 每天白天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过去看一眼 晚上你要乐意在那儿住 也行 早上我送桃子去上学 不可能 第一你跟桃子在一起过 我妈肯定不干 第二你跟我一起过 我也不干 你不嫁人我还要嫁人呢 怎么了 说是为你妈 为我 说得那么热闹 那么动人 就是为了想嫁人 然后甩手把你妈和桃子给我 甩给你 你别自以为是了 你会干什么呀 你能让我妈高兴吗 你每天只会让她生气 你会带桃子吗 你会给她做饭媳妇 还是会给她补习功课 大家全都是为了你 我妈会做饭 最起码你每天能吃 两顿像样的饭吧 桃子能让你高兴 不会让你太孤独 我 你妹妹 关心你的身体 关心你的心情 虽然我们两个人 不是一个妈生的 起码有血缘关系吧 打断胳膊还连着筋吧 别人都为你想 你怎么都不会 为别人想一想 你还是一个编剧 你没有爱心 没有感恩 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作品 你的作品能告诉观众什么 全都是怨恨 小兔济尝 自私自利 就是你 就是你 走不走 洗澡 水 我们干什么 我姐把猫已经送走了 你也别闹了 这件事情咱们家就算 翻过去了 翻就翻吧 我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我昨天刚把那小美 放在凉台上晒一晒 那猫就在上面扎了泡尿 你说 随意到这事是一个人 我肯定也不容易 小美我刚才给你买回来了 也都放在凉台上 你回去 你回去 谁来了 我姐出去了 我姐美琪 为什么不能轻点关门呢 吓得把人吓死 我姐 王八 邝克军 什么人呢 军逊 姐 吃饭了 好 妈呀 我快坐下 你怎么又把汤给弄回来了 妈 别急了 气死我了 我刚才在家里 我去坐立不安 我想我赶紧去公园看看 毛毛被抱走了没有 你们猜怎么着 我的框 我的新羽绒被 我的那些好吃的 都让人给拿走了 把毛毛给扔在那儿了 怎么会这样 也 也太缺德了吧 我看见毛毛 坐在椅子上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能再收留他一阵吗 我买了毛沙盆和毛沙 我把他放到我房间里 绝对不让他出来 我上网发帖子 只要谁愿意收养他 我马上给他送去 那好吧 只要他不忘我那小米上 拉屎撒尿 就行 我妈她同意了 同意了吗 同意了 你没被警察抓走啊 警察为什么抓我 你不是卖大板碟的吗 早改行啦 我现在干这个 你要做个初中毕业证吗 我才不要呢 初中毕业证有什么用的 也是 现在啊 硕士毕业证都不值钱了 要不然 给你做个博士毕业证 是马上可以查到 再给你打个职 我现在拿博士毕业证 有人信吗 你做假证是违法的 我也想做一个 不违法的工作 你给我找一个 你不是会做假证吗 网上还能查到吧 对啊 那你自己做个假证清聘 那不一样是违法骗人的吗 有事啊 你怎么不上学呀 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呀 我有上学的福气吗 上学还要有福气吗 当然了 你想上学 第一要智商 第二要学费 第三 最重要的一点是 得有人管你吧 没人管你吗 有人管我干吗 出来受这罪啊 天天跟警察玩摸桌老鼠 你爸妈呢 对不起 是不是 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没有 我 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是谁 从小我就被拐到西北的一个农家里面 然后 十一岁呢 跟一帮孩子跑出来 再也没回去了 我知道我爸妈就在这城市里 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是 大一 我想自信你一件事 说 你微博粉丝多吗 还行 几百万吧 那能帮我一个忙吗 说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找他亲生父母已经好几年了 喂 您好 我要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哪个城市都行 可以 今天呢 杨树 杨树的杨 杨树的树 天哪 他现在在哪儿 你立刻带我去见他 大一 大一 我跟他不是很熟 也不知道他的联络方式 也不知道他住哪儿 不过他竟然出入的地方我知道 你想见他吗 是 我特别想见他 他才十几岁 有那么凄惨的经历 我想了解 我特别想了解 那你会帮助他吗 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等我见了他了解他的情况 我会在微博上帮助他 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我还会到电视台找朋友帮忙 给他做节目 要相信媒体的力量 谢谢你啊 大一 那我明天就带他来见你 好 露露 太失望了 这几天我不去实验室了 你也稍微休息一下 我得出趟门 去 去生活 去生活 这日子什么时候省个头啊 别着急呀 快着呢 你姥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这一眨眼啊 就到现在这年纪了 离到头儿啊 路远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讨厌那吴东方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说不好就是不喜欢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啊 光看你喜欢不喜欢 你要看你妈喜欢不喜欢 而且是你妈谈恋爱 不是你谈恋爱 你懂吗 那要是我谈恋爱我也不选她 你现在可不许谈恋爱啊 你可不许早恋 听见没有 那我大姨也是女人啊 她怎么就不谈恋爱不结婚啊 别跟你大姨学 她不正常 你要是跟她学 你就全学坏了 听见吗 反正啊 我就是不信 我妈跟那个吴伯伯谈恋爱 快吃吧 你妈这就过来接你 我真的好想你 丁珍 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开心吗 我见到你开心啊 你是不是又和东方叔叔好上了吧 你们俩是不是还有联系呢 我们俩现在也没什么联系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好啊 跟我在一块儿不好嘛 妈跟你在一起挺好的 我去 鹏姐 阿晴姐 咱来 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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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们呀 你们辛苦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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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晴姐 你这么又来了 您要是不来的话 我都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我才休了几天家 你就那么着急 我吃苦受累啊 不是 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时候啊 咱们这个厨房出大事了 着火了啊 不是 我跟你说呀 烫烫烫烫烫 经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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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慕无领导的 我都想念我的锅鲁 行了 那回来就好好干活吧啊 都好好干活啊 不要四处传播小道消息 被领导抓住了 可是要扣奖金的 严重了还可能开除 干活吧 然后就请你 我知道了 我什么意思啊 什么小道消息 你肯定知道的 什么小道消息啊 那可是正典新闻 咱们酒店啊 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了 发个什么事啊 不能说啊 说了我会被开除的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跟大家讲一下 您老师从明年起 请了一周的假 这一周呢 会有其他老师来带课 希望大家要认真听讲 老师嫁着就会回来的 老师您请假干吗 是不是要去结婚啊 对 是不是要结婚啊 是不是 如果我结婚 能不请你们参加吗 是老师的妈妈 老师呢 要带我的妈妈 和叔叔出去旅行 帮他们完成一个 别开生面的婚礼 当然 我会记得给你们带戏堂的啊 好了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再见 林老师 林老师 来了 桃子 有事吗 林老师 我想跟您说点事 那走吧 我们到外面说 走 我认识的一个制片人 这两天要开个戏 需要一个事儿妈级的婆婆 我跟她推荐了您 就是她的电话 你们俩约着见个面吧 伙儿 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帮您找个戏 我什么时候让你帮了 真是的 我现在不进组 那我是在挑戏 我看我合适不合适 我才能进组呢 对啊 我要是演的婆婆 那我也得是演 勤劳勇敢 吃苦耐劳型的 那才是我的本色 像这种事儿妈级的婆婆 我合适吗 我像吗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行了吧 因为我不能给那个导演 改剧本 我又想让毛毛在这个家里 安全地住下去 我琢磨着怎么让咱们俩的协议 继续生效 才帮您找到这个角色 大佩 一共三十级 婆婆占了二十五级 女二号 制片人说了 演好了都能把女一号 媳妇的戏给抢了 您要不论演 这号码我拿走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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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如果要是他们认为 只有我演合适 别人演都不合适 那我就 试试 为了观众 我也牺牲一把 协议继续生效 不许打我毛毛的主意 等我跟制片人谈了以后 再说吧 我十四岁那年 爸爸也去世了 妈妈独自日抚养我 恒失坚固 本来有两次在嫁的机会 但以我的阻挠 她都放弃了 我当时就想拥有全部的妈妈 不想别人跟我分享 妈妈对我的爱 只要我跟妈妈两个人 只有我们两个人 就够了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 也谈恋爱了 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样做 对妈妈太自私了 我不可能陪着她一辈子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时 我努力地为妈妈寻找老伴 终于找到了一位 特别合适的叔叔 妈妈也很喜欢 所以我决定 要给他们办婚礼 带他们出去旅行蜜月 来弥补这么多年来 我给妈妈带来的缺憾 也要报答妈妈为我的付出 刘媛媛 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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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怎么样 阿晋姐 这一周休息得如何呀 都去哪儿玩了 哪儿也没去成 在家也没闲着 你不会说让你休个假 比上班还累吧 差不多累吧 阿晋姐 咱们假也休了 这回回来可不能再出错了啊 再把菜锅炒糊了 或者咸的淡了的 我可饶不了你啊 领导 放心 冯家慧跟你说了什么没有啊 说什么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怎么都神秘兮兮的 我走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啊